哈喽啊各位我又来了哈还是老样子来教一下大家咱们11月的邀请码到底如何去兑换方法和原先一样哈在咱们的官网首页找到这么一个11月奇品神器的活动点击进来之后呢选择大咖排行榜一直往下翻 这里呢输入咱博凡的专属邀请码514799点击领取就可以领取这么一团的东西了每个月都是一团大家可以拖一拖哈记得514799也就OK啦 嗯嗯带你装兵带你飞带你处境垃圾队带你风带你狂带你空框撞打枪OK EVERYBODY没错我是博凡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期传绝火线新版本新界服武器评测解说视频哈好的 看到咱们今天这部视频的哥们啊那真是累着烈哈因为咱们今天要评测的武器呢就是本月的唯一一把英雄级武器大名鼎鼎的Scarlight白护哈 至于它的外观方面呢咱们一会进入游戏再来看哈先来看一下它的属性吧第一个增加装备中所有步枪子弹术就是和M4一模一样的哈加两发子弹快速换弹不用多说特殊精湛的就是加了一个枪托 致命一击呢我现在孤略应该是和那个黑骑士一样的在挑战模式中只要触发了之后可以加两滴血而且呢那一发威力会非常的大哈 最后一个弹夹快速替换二就是什么可根据一玉弹状态变更这个装弹动作这不就和那个青龙是一模一样的吗是吧带着这些疑问咱们也是先进入游戏来好的看一下吧 好嘞进入游戏之中咱们先来看一下Scarlight白虎的一个外观哈这个外观我第一眼看起来感觉我真的帅哈毕竟别人呢是一把英雄级武器而且叫白虎哈你看枪声的这个位置有那么一个白虎的虎头真的是点名主题了而且细心的哥们也是发现了咱们这把枪呢是有那么一个消音器的所以说的开枪的声音和普通的Scar肯定是有所不同咱们来听一下 那这个位明显可以听出来了哈那么这个枪声你到底喜不喜欢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其实大家也注意到了咱们右下角的弹容量呢我的前辈子弹只有38法因为这个枪呢是别人给丢的哈如果说到了政府各位有咱们白虎之后呢他的前辈子弹应该是有40法的弹容量方面的确实已经是够用的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的枪声上面有这么一个瞄准镜人家的瞄准镜啊那是开不了的只是一个摆设了哈 第二个要看的呢就是咱们白虎的特殊近战了各位可以看到了这个呢就是咱们白虎的近战强托了他是没有三连机的不过我前面自己试了一下我真觉得哎呦这白虎的强托好快啊那大家自己就想一想人家m4那强托是不是再对比这个强托不过快的强托难道威力就大了吗这个咱们一会再来测试哈不过人家强托的一个外观确实是很帅气了各位可以注意一下我右边手臂还有光效 这个是有点小帅的哈威力方面咱们一会再来看哈先来看一下白虎的弹道咱们走个流程吧依旧老样子哈先来一波蹲姿扫射三二一走我不知道各位发现了没有啊这后面的弹道呢我不好去点评但是前面的几发子弹哈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么一个区域的代表人家白虎呢其实就是一把点射神器毕竟斯卡尔的点射呢已经不垃圾了哈 再来看一下战子扫射那都是一样的哈几发子弹全部都集中在一个位置行咱们这一波的话也是来看一下点射哈一波蹲姿的速点试一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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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咱伯凡这个速点打的不是不是步枪的速点打的不是很棒但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速点哈已经快要赶上HK417了如果说弹道在稳定的状态下把握住节奏基本上就是一个无后座的点射了这还是速点哈看一下两连 两连没后座确定没后座三连也没后座哎呦哎呦各位就自己看吧我的天哪这个白虎的点射呢那太好用了呀这弹道哇咱咱毕竟一个生化玩家哈一会进入生化模式再来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点射真的不赛了哈你看这两连你看这三连这给爽的哎呀真的可以了哈下面一个咱们来看一下Scarlet白虎的一个快速换弹啊其实就是和亲战 没什么两样的了咱们打一发换弹是这么一个动作如果说再多打几发换弹呢哎又变成了别的动作如果我打完了再让他自动换弹会是个什么样的动作呢不是和打一发的时候一模一样吗有区别吗是我傻了还是怎地其实咱不翻自己前面也是试了一下这么一个属性啊 可能是先减弹没有做好的原因我觉得他一共是有三种的患弹姿势还是两种哈基本上没有什么速度上面的差别估计到了振弹之后呢会有一个大的改动了哈毕竟这样真的感觉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刚才最后一种患弹好像就是速度最快的了哈这个也就给大家粗略的看一下实在不行咱们且当他是有几种不同的患弹姿势了哈哈哈哈哈 只需要测几个重要的位置就行了哈头部胸部背部是吧现在是有AC的状态哈咱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无视AC一枪爆头OK确定他是可以爆头的哈哎呦又是一把无视AC的神器哈来看一下下一个部位就是胸部嗯哼哼哼哼哼哼胸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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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部伤害的话是26滴血这是有AC状态哈咱们再来看一下没有AC的状态吧AC已经下掉了哈咱们头部呢就随便打一枪了反正可以无视AC一枪爆头的这个没必要测数据了哈再来看一下胸部胸部的威力的话如果下掉AC应该会大出不少哈估计得到啊31我以为会很大呢我我人傻了啊带了AC30不带AC31 真厉害哈行背部再来看一下背部的话如果说不装AC的话已经是31滴血了哈就等于说没有AC状态下咱们白虎呢打胸和打背是一模一样的胸背不分了这个确实有点小尴尬了哈下面的话咱们还有一个要测的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来咱们的死盖原先是不适合穿奖的吧那咱们的白虎可不可以穿奖呢咱们找个箱子来试一下哈能否穿奖的话打一枪头试一试啊 哦好吧应该是穿不了了没有AC在隔着箱子的情况下才打56的确能穿肯定是能穿但是我的意思是他不能像M4那个样子穿墙好像就可以无视箱子了一样的箱子在不在都一样其实你看扫呢穿墙也能点人扫子只不过穿墙的威力哈就很小了他呢属于一把不可以穿墙的武器哈 最后一波咱们来看一下白虎的枪头威力回到我们的现在是有AC的状态咱们来看一下一个枪头枣头枣头枣死了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个枪头威力就大了呀各位不相信咱们打个M4哈M4打头一下是枣不死的自己看对不对只能打94的去那么意思说咱们的白虎枪头威力要比M4的还要大可爱我的天这就厉害了哈胸部有AC也是直接带走了 再来看一下腿部腿部如果可以直接带走的话确定他肯定是要比M4的枪头威力大了再来看一下守屋吧哈既然测的咱们来个全面一点的哇这么厉害的吗啊我又想起来了背部没看最后一个位置哈背部啊背部是早不死的这就有点尴尬了背部打了84的血不过这样一看的话他的枪头威力真的是比M4大呀那这白虎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啊以后遇到一个人巴唧一下直接带走了 这不就有点帅了吗是不是哈哈哈行吧咱们是来看一下生化模式中白虎的弹道压制吧生化模式看压制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枪头的威力哈来咱们粗略的算一下只打三个位置头背胸好来看一下第一下打头非常麻烦算一下是多少滴血的伤害278这样看起来倒也不是很大的哈血灰满扣个1咱们来看一下下个位置好不用蹲了可以站起来晚了吧好嘞胸部胸部的话应该就100度滴血了 278哇都一模一样的哈哈那真是的了行背部如果照这么说的话应该也是278了不会让我们学会慢老样子扣个1好的背部一刀三刀加一块600度低血大家自己看吧700多一点哈哈哈哈256背部的威力稍微要小一点头部和胸部的威力是一模一样的哈行吧那么这一回合既然还有时间咱们来看一下他的点射吧试一下啊 哎不是我说人家这Scarlight白虎啊点起来确实舒服而且毕竟别人可以无视AC一将爆头所以说他的一个单挂威力也不是很小了在生化模式中你就看着打挂机这个感觉嘿哟这AK都打不出来这样的感觉的是不是因为在我个人看来的话咱们Scar的点射可能频率是要比AK好掌握一丢丢哈所以说就会感觉哇生化模式中点头的威力真的真的 好大哈起码咱们是来看一下他的下一波把扫射压制哈最后一波咱们来看一下白虎的扫射压制哈飞大姆一会直接往前走然后我来压制准备好321走你先走我我我我我我这如果真的是一个在实战中的直线鬼我不可能和他保持这样的距离而且我可以确定的是我能把他死死压住来往前走你看 各位就自己看如果真的是个直线鬼哈他没有任何走位的话压住不是问题而且打头的一个威力真的很大实在不行上举一个强托这个就真的连贯了呀我再来看一下蹲滋扫射哈咱们这波来看一下蹲滋蹲滋的扫射会更猛会更稳这波有点尴尬了哈来回到你直接往我这走你不用管我对你直接往我这来各位自己看基本上没有后座而且我还没打头打头的伤害会更高来过来 打头的一个瞄准度确实有点难瞄哈毕竟我不是经常玩步枪的人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他如果到了后期生化而而出实战了哈来拿这把枪高僵尸了会很爽真的很爽哈好好好哎呦那么这一段测试的话差不多也到这了哈咱们最后一波呢可以去看一下猪雀在白虎在挑战模式中的一个属性但是前半段的话大家也都能看得出来了哈他无论是枪托了还是点射了 或者说一个扫射的压制都是很棒的一把武器甚至于要超过什么呢我前面一直口误说的HK417猪雀哈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毕竟猪雀呢是一把点射非常皮弹的武器了哈咱们这把斯盖尔呢相当于是一个点扫结合的武器了但是就我个人看来他扫射呢确实还是不错的哈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行咱们进入最后一段吧来看一下白虎在挑战模式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输出哈 最后一波咱们来看一下白虎的挑战属性既然别人在挑战模式中有属性会不会无后座呢咱们来看一下哦 这石锤类啊虽然感觉有一点点后座不过基本上属于无后座了哈等于说咱们现在CF出这个挑战加强武器啊还是比较良性的无论是英雄级的还是挑战加强的他呢都会无后座了哈如果说以后子弹加成拉满完事就加上这个弹道人家的平A输出也不会太低了哈是不是 下面一个要说的呢其实细心的哥们都已经发现了在右下角有那么一个蓄力能量条他的右键攻击会是什么呢咱们来开个墙试一下啊一个光球完事各位注意到了没有这个光球还在导电我这我我说实话给我帅到了帅的我有点语无论斯了这真的强啊虽然说他的单发那个右键单发威力并不是太大不过他可以导电哈咱们现在大部分的挑战模式中的加强武器 例如说有榴弹的那撑死了是个大范围要不然呢就是一个灼潮伤害然而咱们这个白虎的右键他可以导电就代表着如果这个怪哈是一群出来的你应该可以直接给他电个遍 哎呦咱们再来试一下哈一会等怪全部都站到一排吧应该是一排才可以导电哈咱们试一下看到没导上了导上了导 这各位应该都能看到了哈我也不用多说了确实感觉真的是好强好强啊咱们今天这个评测呢差不多也可以到这了哈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这个枪呢是别人给咱丢的所以说他挑战模式里面那个可以暴击子弹加血的那个特效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再来补上哈行那么通过今天这部视频呢各位对于白虎应该已经有个大致的了解了哈 确实呢是一把不错的武器但是呢我也不能把他夸的太强因为到了政府之后各位到底获不获得呢还是得看你们自己去订了哈是不是但是今天这部评测看起来人家的点射了还是扫射了包括升华模式中的压制还有挑战模式中的属性真的是一个全方面型的武器了哈真的挺不错了哈行那么进入到了视频的最后一段咱不凡呢还是那个老观力如果是各位喜欢不凡支持咱不凡的话也是可以把咱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家转发一下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么在视频的左下角咱不凡 头现在右边也是有那么一个虎牙直播搜索博凡博凡呢现在是在虎牙直播每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和大家不见不散最后一个QQ就是236318550236318三个五零了哈重要的事情咱们QQ说说通知大家行那咱们就下一部视频再见了各位哈当然最后的话再声明一下今天这部视频的评测呢只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哈如果说各位对于白虎有一个别样的看法呢那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解来定义这把武器哈毕竟我呢只是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他的属性嘛是不是行了拜拜了各位